各位有沒有專心示證 針對這個登革熱的事情 因為人家講說你怎麼快閃 時間19分鐘也太短了 他怎麼樣 他說你看我們現在身高層級 我們市府每天都會開防治會議 每天都開防治會議 但是為什麼只花19分鐘 因為這個活動裡面 他提早到之外 19分鐘裡面還包括的是 有5分鐘是記者的連訪時間 讓他可以要好好講說 他今天要回應的相關議題 那我們要問的是 你這個出席的19分鐘 但是你為什麼之前 可以前一天去凱道 前一天去花蓮 還包括他為什麼要趕車 因為他還要一段 因為他這整個活動 是5點鐘他才要登台 但登台之前他要參加的是 維多利亞學校的畢業典禮 我覺得韓國瑜現在是零肉分離 他的靈魂跟他的肉體 是沒有辦法結合在一起的 肉體在高雄 他的靈魂已經造了雲林去了 防燈格熱要不然就跑錯地方 要不然就是來個快傘 然後就覺得 好像在問導遊 來一下問導遊走了 所以我覺得 昨天的這個造勢 我必須要講跟前面 特別是跟台北那一場 我覺得這一場 感覺是動員來的 動員跟自發的還是不一樣 他的熱情 還有他的姿態 但是你看621號621號那場真的是 出自於這個真心誠意 那場下大雨 寒粉這個凝死不散 還有好幾張感人的照片 全部人都這個鐵椅上 一個人站那邊坐在那個鐵椅上面 三分之一板凳腰杆挺直 完全是我們黃埔軍魂的感覺 那我必須要講就是說 621號你看為什麼昨天這個場合 我覺得大部分是動員的 大概都是張立山他們動員 為什麼除了沒有熱情之外 你沒有看到太多那個退休軍公教的團體 因為我覺得退休軍公教團體 他們其實是很熱情的 而且他們是 他們把希望寄託在韓國瑜身上 所以那種對民進黨的厭惡 或對蔡英文這個年改的反彈 那種恨 它是會激發成對韓國瑜的支持 還有他們的狂熱 可是我覺得應該大概雲林是比較多農業縣 但是雲林也有退休軍公教 可是他的人數就少 就看起來來的人就是比較像傳統國民黨的那種造勢 舉手 舉手 姚國琦 姚國琦 也是零露分離 對 也是零露分離 因為如果是韓粉的姚國琦會跳起來搖 會跳躍起來搖 他們那個動作很大 可是你看昨天的那個活動就是很傳統 介紹各個地方的代表啦 大家一一出來然後鞠躬 然後大家就是照張行事 那再來我剛剛覺得就是說 我覺得韓國瑜其實他 他這場選總統他太省錢了 我不曉得他幹嘛那麼省錢 他四千五百五十五萬 大家都在開玩笑 存款達到四千五百五十萬才能達到庶民的標準 我們目前的標準是賤民 所以就變成說 他其實要選總統要花點錢 但是也不至於要像郭台銘找了那麼多家公關公司 可是你要有一個自己的智庫 可是他現在呢 都是靠他的局處首長 所以就變成說這個局處首長呢 又要幫他處理市政 又要變成他的競選幕僚